刚刚才的这个错误 因为他这一直是1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咱们在这里 看一下这里 当我把这个就是 就密码输入正确的时候 应该什么 先清空吧 先清空 他才能干什么 先清空 文件密码 因为你看 我进入码输入 然后他会一空 唯一空的话 你看他就应该返回 如果其实我这次绘制 他应该走到哪去 他是不是走到这 走到这 原来是再次输入 再次输入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存进去了 看一下 因为他应该先把它清空才对 开始重新的 设置密码 设置成功 验证 应该不用验证 这应该肯定能行 好 修改 咱们先说个错的 连接点 好 那个什么 对的 好 看着 先输入什么 这个 因为现在是已经把它清空了 对吧 松手 请输入刚才的密码 对吧 好 再次输入一个错的 密码不一致 然后再输入一个正确的 新密码设置成功 是不是已经返回了 咱们验证一下 看一下 再输入什么 以前的这个救密码 验证失败 输入新密码了 是不是验证成功了 到这里为止 咱们这个APP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啊 看着 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当咱们设置密码 然后设置密码成功 然后咱们再绘制了一下 下一次绘制的时候 啊 是不是有问题 下一次绘制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问题 他把上一次 你虽然回去了 但是他把这个东西 还放在这的 所以说 这里咱们 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什么的 咱们让他什么 嗯 当他 直接让他什么 当他 用STIME 调用的时候 让这个什么 这个无用 不能被编辑 对吧 然后下一次的时候 然后才能让他什么 每一次就是 打开这个可编辑属性 这也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 当我这一次就是 完成之后 然后发送一个通知 通知什么呢 通知清空 明白吧 通知做这个清空操作 去清空什么 清空着所有的这个按钮 然后让这个什么 让这个按钮进去重汇 就这样子 比如说 咱们在这里 要去什么 接收 接收一个通知 咱们直接写在这个 方法里面去 最上面 写在这 接收通知 通知 通知 S Notification Center 叫Default Center 对吧 add一个什么了 observer 一个观察者 这些一个方法 内幕 这是什么通知的名字 咱们叫什么 达文尼尺 可逆 然后 object呢 可以不传 然后这是什么 选一个方法 清空按钮 并 重汇 就是这个方法 并 什么 clean btn 清空什么 清空所有的按钮 清空所有的按钮 cf.select btn btnselect removeallobjects 然后并什么 cf.set 那么想一想 咱们在这里是什么 在这里是发送的 接收了一个通知 在哪里 咱们应该去什么 发送这个通知呢 发送通知肯定是什么 当我触摸完成之后 或者是什么了 或者是 当我这个通知 就是这个按钮响应的方法这 在这个 we control 在这个地方 就是咱们这里是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按钮点击的方法 就是设置密码 修改密码 验证密码 是不是一个点击的方法 设置密码 这个界面 当我一点击 我是不是应该去什么 发送一个通知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 来咱们试一下 在这里 发送通知 因为我一点 就现在是我从这个界面一点过去 要加在这个界面 过去之前先让什么 先让这个里面的按钮清空 清空 清空按钮 s notification center.default center.default center.post 发送一个通知了 通知 它的什么呢 通知的名字 object其实可以不用传 咱们直接就是传一个空的就可以了 wnh 肯定 名字一定要一致 好 看一下效果 这里有一个错误 方法 方法一定要加扣号 现在是什么 我一点这个设置按钮 就应该给什么 给这个就是无用 发送一个通知了 对不对 去清空 好 咱们看一下 我先在这汇一下 下次验证 这个东西还在 证明这个通知 没传过来 没传过来 咱们看一下 通知的名字 是不是是不是一致的 是不是一致的 通知的名字是不是是否一致 对吧 来 重新运行一下 设置密码 咱们点 咱们点 证明码 快一点 验证因为它这是什么 验证 验证成功 它下一次的是不是还在呀 嗯 证明这里咱们post的 NodefixCenter好像是没起作用 看一下 我点击发送通知 whclean 然后到这个界面上来 这个界面 然后是什么的 咱们什么 把它写在什么 应该是写在这个 加载按钮之前 不然的话按钮它就会先加载了 加载按钮之前 验证密码 密码肯定是这个 对吧 这是验证的时候 现在是没了 我绘制了两个点 修改密码 没了 设置密码 再再再再一次 绘制了两个点 然后验证 这两个点是没在的 因为是什么 因为肯定是先什么 先去清空的 你再去添加吗 是不是 嗯 不知道你是啥 我添加了 然后再去清空吗 这肯定不行 注意这个逻辑性 好 这个 这个解锁项目就到这里了 然后下一趟课 咱们去解决什么 抽里面的重复代码 因为现在你看 好多地方都有这个重复代码 咱们怎么去把这个重复代码提交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